姚林有一名男子从六月开始透过通讯软体投资股票 悟性可在短期之内获取巨额的暴利 短短两个月内就陆续交付了现金三百多万元给诈骗集团 直到想要互利了结 却连本金都拿不回来 财经局受骗上当 通报远警逮捕诈骗车手 警察 你现在是车手 埋伏远警一进入便利商店内立刻将诈骗车手压制 而在搜证的过程当中 车手竟然只关心别拍到他的脸 被害人一听到更是火冒三丈 因为他从六月初开始 共被骗走三百一十二万元 车手这个时候居然只顾自己的面子 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 剩坏的战性男子坦诚 是透过通讯软体获取投资股票资讯 故信对方声称可以在短期之内获得巨额暴利 才会陆续在两个月内面交四次现金 总计三百一十二万元 最近原以为能够获利了结 不料对方说那还得再投资两百万元 才能够领回之前近千万的获利 受害人这个时候才惊绝上当了 陆续以面交之方式交付三百余万余诈骗集团 代想取回获利却无法如愿 警方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投资真诈骗 虽然逮捕了车手 并且起出理财专员识别证收据等证物 可是买空卖空导致受害人被骗光的钱 早就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呼吁民众千万不要误信投资资讯 以免受骗 就张兴杰杨里报道